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荐任何股票 今天大凡涨 可是各位有没有觉得 有一点虚 虚肉的虚 好我们来看哪来 这是今天的大盘 最后一盘的时候你注意看 1.25分涨133点 1.25分 那最后的一盘抽合1.5分的时候 各位你注意看133剩几点 打了几点下来 打了67点下来 是不是打67点下来 而且这个最后一盘是有量的 它是有量的 这个量你看几乎就今天的最大量 你看是不是最大量 这是粗量 沙盘也就是沙盘粗量 所以我说这个盘是非常难操作 不是现在 今年不是从1月3号开 叫台股开盘 新春新年 那旧历年的开盘到现在 不是现在而已 未来我说未来会更难操作 所以我每次都讲那句话 看不太做 有很多人去年没赚到钱的 你今年如果不很谨慎的 不很谨慎 操作逻辑要跟去年不一样 如果你还跟去年一样的 你赚钱不但会咬回去 还会倒赔 如果你去年赔钱的 你会输得更惨 反正有些话苦口婆心 我跟各位讲是大家有言 我常常在讲你看到我 我们就是有言分 500年前大家可能共乘一艘船 我讲到这个 最近有很多我的 我们叫老会员旧会员 好几年前的 7、8年前9年10年都有 慢慢回来找我 那经过了长时间以后 只有一句话 我那句话就讲很简单 算到买了都是我们的 你如果不是我们 你结论很简单吗 我问各位你这几年来 看我的人认识我的人 你这几年来有赚钱吗 我问你这样就好了 而且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一直常常窒息 我是有带天命的 有人在讲什么叫带天命 你就想一个分析师 他在讲一档股票 尤其是这一档 广效型mRNA疫苗 最重要是去糖化 去糖化 去糖化 这三个字 各位一定要放在心上 因为未来你会 你会被这三个字 这去糖化 这三个字会震撼 因为这三个字 其实价值不是千金 它可能是因为 这三个字去糖化 你有了解你的人生会改变 人生改变就代表说 你的财务会增加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都回来 那我说这档股票去糖化 因为我为什么 从去年7月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一天窃席过 我宁愿用节目会 一个月200 现在是 现在已经2月份了 已经是第8个月了 差不多1000多万的节目会 我们为什么这么坚持 其实坚持是对嘛 我说很多 七八年前五六年前参加过 曾经参加过我的会 都回来了 都慢慢再回来 那还是那句话 大家来共同创造财户 尤其是这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 它有 原先是有一半的股钱是政府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股钱 是政府的 很确定是政府的股票不会倒 好另外是 假设你20年前 你去投资台积电 20年前 你20年前你不用多少 你只要三五百万就好了 你抱着台积电到现在 其实它可能比你一辈子赚的钱还多 你用三百万投资台积电 20年前 它衍生出来的利息 股力 然后股力变股票这样滚 滚到现在 比你一辈子赚的钱还多很多 所以有机会选择比努力重要 所以这档mRNA疫苗 其实mRNA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最重要是叫广效 气堂化 那不是只有疫苗 包括抗体 所以很多人 应该讲说 这些人都很聪明 他们认识了解以后 现在都慢慢回到 我们这边来了 就是回来参加会员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那句话 你早晚要回来 就好像我开始在讲这档股票的时候 我说不要等到有一天 你去追在最高点的时候 你才回来 他不是我愿意吧 好 我们先讲 先把大盘讲一下好了 来 这是大盘 我每天都提醒你 请问他翻多了没有 当然没有嘛 对不对 股票它是有卖动的 买进新到出现 卖出新到出现 买进新到出现 卖出新到出现 所以18619确立就是高点 他永远不会过 要不过要怎样 出现买进新到 结果公亏一亏 出现卖出新到 所以18619就确立是高点 这叫永远的高点 那什么时候突破 等嘛 等再出现买进新到 这个才有机会 没有出现买进新到以前 他都不会过 其实台积电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 这个都很明显 688出现卖出新到下来 今天各位你就看今天 今天的收盘 也就是111年 今年111年2022年 你只要去买台积电的 以收盘价的理论来讲 你任何人在今年新历年到现在 不是旧历年 任何人去买台积电 只要是用收盘价的概念来讲 全部赔 因为他今天的收盘 创新低 来出去看 是不是 628 18000张灌下来 628 所以今天大盘 因为台积电灌下来 所以今天从100多 剩下涨了60几而已 各位 这是从1月3号 用收盘价来讲 1月3号新春开航盘 新历年到现在 只要买台积电全部套 那套的逻辑就是 好股票 你也不见得赚得到它的钱 那我们讲说同样时间 同样时间 来1月3号 MRI疫苗 你还记得我不断强调叫去糖化 这三个字未来会自制都是 等于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价值几千万 好 那收盘787 好 我们来看 我现在每个人 我说这里叫100块 这是今年新春开航盘 新春开航盘 1月3号 然后这里叫100块 然后我画在这里 我说大股东 原始大股东 原始第一任董事长 要求钻石投资 也就是大股东 转给他个人转1000张给他 价钱在这里 那我有画这条线说 你看新春开航盘的价钱 跟大股东的价钱一样 多少钱 787 最低是77 1月3号新春开航盘这一天 看到好 好 跟大股东一样 各位 我说各位你买卖股票 你要抛开一个概念 你能够买到大股东 买一个钱 所谓大股东就是公司的董监 你如果买到他买一个钱 你就这样记得 你就一留了 你什么要比他赔你吗 我当分析师 我都不敢比他赔你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资金只有一套 你要在对的时间 很准的时间 你就下定全部买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 你注意看 这个图都不会改变的 好 这叫100 我一直跟各位讲很清楚 只要够了100 只要够了100 你要把它 你要再买100以下已经很难了 这叫1月3号 这叫77最低 说787好 同胖土没有改变 这里就是1月3号 看到1月3号 好 这里就是刚刚的100 100你看一黑一红三个红一个黑 是不是一黑三个红就同一个地方 这里叫100 好 当时最低是多少 67.7好 拉近 是不是67.7 好 没有辨码 好 67.7来 是不是67.7好 再拉近 67.7嘛 好 然后这里1月3号新生开放板 叫77块 77块 好 那我们来看 77块在这里1月3号 你去想100好像很贵嘛 对不对 好 这里77块 100到77块你会觉得 哎呀 100到77好像100很贵嘛 好 那它在这里 总共整理多久的时间 在这里整理了 从1月3号整理到 整理都一个月了 将近1月21号 然后1月23 昨天最高来到166 你如果用高低点去跟它比 166 这里是77 166 这里是最低是77 166 1月3号到2月8号 那2月7号 166 这里77 166 77好 用收盘也没关系 收盘是78.7 166 187.7你把它乘以2多少 乘以2多少 77块你把它乘以2多少 154而已 这里是166 好 那这是今天啊 2月8号 市场上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 就是铁律啦 任何一档股票它如果涨一倍 涨完一倍 理论上还会再涨一倍 那为什么会涨一倍 因为它有故事 它有故事 这个不是 成交量不是一两百张的吗 来 我们就再看一遍 它的成交量多少张各位你注意看 三千五百二十三张 好 七八七三千五百二十二十三张 今天是三千三千零一张 一百三十八块 一夜三号新春开放板是三千五百二十三张 七十八块 今天是三千零一张 一百三十八点五 所以它是有量 你用假设用三千张去算一百三十八点五 也就是它的成交金额 用今天来讲超过四亿 所以它是量大的股票 它不是小量的股票 好 量大的股票 它的股本是18亿三千九百四十三张 18亿三千九百四十三张 就18亿三千九百四十三万 它总共18万三千九百四十三张量 是大量 那任何股票如果涨一倍 它一定有故事 那我请问你 这支股票你有看到它的故事有没有 你知道它的故事吗 你报章媒体杂志 包括这些所谓的财经综艺台 对不对 财经综艺台就是也会讲股票 也会讲天文地理 也会讲八卦的 那些财经台 你有看到它的消息吗 你有听到这档股票的任何消息吗 你有听到那种故事吗 你就代表故事还没产生 故事我们就叫做利多好了 利多还没出现代表什么 高点还没来 我昨天有分析给各位听 好 因为有些人 我昨天在讲 你们都过阿母人不要过低头 过阿母人就是看小的 丢大的 只要把鸡蛋阿母人 只看那个蛋而已 那个大的形劣地头你都没在搞 为什么 你把你的股票打散了 把你的资金打散了买了很多档股票 哪叫你的股阿母人 再就是你这么去挑那种 在后面抬轿的老师 我昨天讲 新春这段时间有三个老师在讲这档股票 就是新春这段时间 可是在新春以前 这档股票没有人知道 那我都把他界定他是我好朋友 所以只有三个老师在讲这档股票代表 我都不是高点 未来最少有十位好朋友 头顾老师有十位以上会进来讲这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会滚亮 然后当消息变出来的时候 头顾老师有时候讲讲比各位还更散乎 因为他们只看到长了三只红 他一定去追 一定叫会员追 这是逻辑这很简单 因为这种方式他可以收到很多会员 为什么可以收到很多会员 有量了 所以有机会叫有量就有价 其实不是有量就有会员 没有量收不到会员嘛 谢老师就没有量啊 所以收不到会员啊 你看谢老师 这里叫100 每天讲讲讲讲讲 讲到1月21号 请问这里有人理我啊 没有啊 他现在上来了 好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假设你手上的股票 请问你是透注的呢 还是你想加码的 买卖股票你不是去找会买股票的老师 所以会买股票就讲很多理论 或是吹牛 然后很多股票都很涨很多 这一档他也会涨 他就用这种叫你买的观念 那你就半趟塞就到了 会买股票的老师吃没三杯硬材 想要吃多少 就想要酒鞋天 为什么 买股票是什么 买股票 买股票不是塞股票 买股票还是塞股票 买了油要卖啊 要知道在哪里卖啊 那我既然跟你讲故事 代表说故事是一段一段嘛 我昨天特别讲到 蔡明星的故事是第一段 那已经讲过了就不用讲了 蔡明星的第一段故事 他已经兑现了嘛 因为当分析是不能先预设股价在哪里 所以我就说那一段故事 那股价过了120了 现在已经166最高 现在还138.5 所以那个120就兑现了嘛 那后面还有两段故事 这是国内 那国外有一段故事更大的 所以假设 我说假设你有这档股票的人 尤其是昨天 昨天有人去追嘛 各位 开盘147最高166 有人去追在这里 那不管你追的张数有几张 或是你想要在家嘛 或是你想要在这等会赚到钱 你只有来参加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故事 其实就是未来股价的表现嘛 好 那重点来了 其实最近就是 Omicron 它的传染能力超过data很多 所以现在你看最近 其实支持台湾电队 台湾的防疫做得太好了 因为Omicron的人也很多啦 所以疫苗是一定要打的 所以我等一下请各位 用休息的时间 我出个题目让各位来想想看 什么题目来 好 我们先把整个讲一下 这我昨天提过嘛 蓝莉莺其后在我们休假 1月28号有开会 那开会的内容 我会讲给各位听嘛 原则上内容 我抓我要的 就是气糖化的超级抗体 气糖化的广效疫苗 这是台湾翁启卫他们的发明 好 那讲到气糖化的广效疫苗 他能做什么 因为他可以做mRNA广效疫苗 也可以做四单位的蛋白质疫苗 也就是用气糖化的概念 不管你什么疫苗 我都可以加在你上面 所以加在你上面做 气糖化就可以把病毒 里面的糖分子拿掉 不管你是怎么变种的 我把你糖分子拿掉 我的疫苗就启动T细胞 去供给这些病毒 所以为什么如果只针对像AZ 莫德纳 BNT 为什么要打加强剂 打两剂就够了 还打加强剂干嘛 因为没办法划 因为他是针对原始病毒株 他没有办法去针对变种病毒 而且变种病毒是不断在改变 那唯一的方式 应该这样讲 就好像打仗 对不对 打仗他利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 应该讲到不同的人 变乱不同的队型 变乱不同的服装 你把武器都拿下来 你把他们的武器都卸下来了 把他们解除武装了 那病毒几乎就没有用了嘛 所以契良话就好像 把病毒的武装把它解除掉 所以把糖分子拿掉以后 他就没办法伪装了 他就没办法逃避了 所以就有办法踢细胞 就有办法去攻击病毒 这叫做契良话的厉害 好重点 不是只有广效疫苗 还有包括未来的超级抗体 好那超级抗体我先讲 我用了两档股票 第一档叫莫德纳 莫德纳叫疫苗 他市值现在是649.8亿美金 那这档西雅图的遗传学 这个叫做抗体 好那我把它称出来 他现在市值是257.4 你觉得他比较少 但是不重要 重要是这档股票 来 我说这一档股票 他未来有两大 这档股票 这是昨天 27号 还是我要用今天 这是今天 好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他的两大利都提债 金林收盘 金林收盘138.5 他未来第一个 目前在谈的叫做疫苗 疫苗以后这是一段故事 还有另外的一段很大的故事 就是所谓的抗体 就在这里 这叫超级抗体 这是未来 未来我要讲 应该讲说单单这两个 单单超级抗体 我大概可以讲一年 我讲广孝型疫苗 我已经从7.7 讲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 我都还没讲到超级抗体 所以单单超级抗体 我可以讲一年 可以讲一年 从现在开始讲到年底 超级抗体 尤其我说这个西雅图 西雅图遗传学的东西 西雅图遗传学 它比我们这档股票 应该 它的抗体 它的抗体的能力 还比我们超 它现在都有257点 257.4亿美金 台湾这个国家以今天说本 才9.1亿美金 市场是说我们应该要有36亿美金 市场我常常给各位看 来 2015年7月15号 在这里 三年内可望要登台湾最大生技场 药物潜在价值千亿 这个千亿就这样来的 我们把它换成什么美金 台湾的市场预估它应该有36亿美金 可是它是2015 是已经2027年前了 一股有1000亿 可是过了7年以后 它还没1000亿 可是这7年里面 它拿了多少专利 它用了多少细节 出了多少报告 没有人注意它 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它 因为不能注意 为什么不能注意 因为它是政府 几乎就是政府的股票 政府不能有盈利行为 政府不能讲说股票怎样 我多好多好 不能讲 讲怎样 讲会被立法院修理 那谁敢讲 我都是 因为我是局外人 所以我跟你讲的 你们都没有听过 为什么没有听过 就不能讲 好 那我说现在是在疫苗 未来有抗体这个故事 它时间会很长 那等一下我说 我会出个题目 让各位来做选择也好 让各位去思考 也就是关于 以疫苗来讲 气策化的疫苗来讲 它股价应该值多少钱 好 我们马上回来 本节目不推这些任何股票 好 那我提出题目 让各位好好去思考 那我明天再来继续解答 好 什么样的题目 来 辉瑞 辉Omicron疫苗 一季三月要推出 好 目前已经开始生产 三月推出 那代表什么 除非你拿到 除非你拿到关键的 Omicron的解方 你不然你怎么敢 敢已经生产 那我说除非你已经 拿到了所谓 我们叫异象书 好 那1月9号 翁启卫说 Omicron的解方在 解方在台湾 也就是翁启卫首创的疫苗 气策化疫苗 那翁启卫广销疫苗 已经计转中一样 1月11号 难道这也是1月11号 好 看到一样11号 好 那我说假设 就是刚好冰果 就是刚好对后入咒 好 那您认为 您认为啦 费率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我要给各位的 选择题 第一个 好 那费率把你的 这家公司全部并 可是不行啊 这家公司有 三分之一的股权是政府啊 对不对 你要并 好 那您认为要多少并 好 我们来看这里 好 我刚给各位看了两个 以现在他来讲 我说如果用100块美金来讲 100块美金也不够 因为他股本是18万多嘛 100块美金就才183亿的市值 美金 183亿 好 可是单单这个 所谓抗体的这家公司 就257亿啊 好 那以莫德拉来讲 莫德拉有649亿啊 所以我说假设 你要用100块美金 来并这家公司 第一个 以长线来讲 我们划不来嘛 第二个 病人不是中央研究院就 全部给你美国了吗 而且给辉瑞了吗 还有包括这里面专利有100多个啊 好 那第二个选项是 辉瑞是1年有15亿支 那辉瑞意固说 那我要卖20块钱 那我想 20块钱 那我们要跟他抽多少 一支20块 1.5亿支 那你认为要抽1块钱吗 还是两毛钱 好 第三个就是 不然这个专利 辉瑞全部拿到 别人不能做 然后我再把专利再卖给别人 那你认为 一次性的专利应该多少钱 这三个让各位好好去思考 打电话来参加会 明天头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